你會不會很冤枉 你會不會有那麼冤枉 在助理和律師陪同下 桃園市國民黨議員陳茵 來到桃園地檢署 被檢方約談 應訊前還不忘轉身喊冤 原來陳茵捲入議員補助款爭議 遭到檢方以貪污治罪條例 被告身分通知檔案說明 但詢問後一個小時就被請回 所以防我們公益 只能夠這樣走出來就誤會一場 21號上午桃園市檢調大動作 前往桃園市議會辦公室搜索 不只議員曾因遭到調查 被懷疑涉案的還有他 同樣是原住民議員檢志偉 為原鄉長遭困境 用詞犀利質詢 如今卻被爆出涉攤 原來桃園市議員 每人每年約有一千萬的建議款 可用於道路鋪設環境改善 教育設備更新等公共工程 建志偉與陳茵卻被檢舉 疑似利用學校廣播設備更新的機會 設定特殊規格 確保特定業者得標 在收取廠商二到三成不等的回扣 透過建議款的彈性 讓他們可以適時的得到經費的補助 勾結這個這些設備的廠商 來收取回扣的行為 非常惡劣而且犯法 由於學校廣播設備 都是由同一個廠商得標疑似 因此被發現監据 至於學校驗收 可能涉及未造文書 也不排除有校長知情 或許桃園地監數 也將持續籌辭撥剪 徹底釐清案情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